没有说能听见吗 说吧说吧 能听见吗 党哥你好 我现在的情况是刚过了一个 飞升级走的一个高校的教师 经常收听今天的节目 我就想问一下 想麻烦您请教您一下 咱俩之前聊过是吧 对对咱俩聊过 天空专业 刚过这个考核期 但是现在目前情况呢 如果属于那种 没人外没资源的情况 现状呢就躺一躺平 卷也卷不起来 我就想那咨询党哥 给指一下方向 说这个以后该发展 怎么好 或者说是专业上发展 或者说是改行 或者是服务也都不可以 你觉得 我不知道你对 Alpha 4的这种方向 感不感兴趣 Alpha 4的非常非常感兴趣 但是实际情况 在学校里面 有人在做这个方向 我可能这个就跟人家 就有点什么了 不冲突 你可以跟他合作 也可以自己干也可以 但是我目前方向是 天城还有是 可能水平非常非常的低 这个不是你代表的事 这是你学生担心的事 你都是导师了 你为什么不说 咱们画个大饼 咱们要做POA一下学生 激励一下学生 你看这个东西 你如果对这个东西感兴趣 你可以把它搞过来 说咱们可以合作作员 或者找其他的领域 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不是你要担心的东西 你只要大家知道原理 知道方向 你学一下 或者是看一看有没有 中国现在做这个 有几公司 我之前跟你分享过 看看他们有没有 之前的演讲什么之类的 看看他们有没有 这个机会合作 我觉得 因为他这个东西 你现在手里有多少经费 现在大概一个数量几 有两百万是吗 没有 几十万 那硬件设备有多少 硬件设备很常规的 也没有服务器 你要是能挑战一下 我觉得做计算没有问题 因为你这么多年都过来了 学这个东西 首先做这个东西并不难 就是胡一个简单的开源 可能工作量就是几千行代码 这可能对一个计算机的 本合乘来说 几周的时间 最多一个月时间 那就是我相当于 咨询你一个细节的问题 如果这样胡代码 你想像一个计算机的学生 他从临开始胡成功 你多长时间 如果他 我看有很多开源的 这二十fold相关的实现 都是排拖着实现的 如果他有deep learning的背景 就是深度学习的背景 我觉得可能 两三周一个月的时间 最多了 你就看懂到实现 就够了 他的数据集是公开的 有一些人有开源的实现 你只要用这些东西 为什么叫链单 你加一点东西 或者在 就随便加几个层 加一些什么连接 调一条参数 就可以有一篇新的工作出来 明白 数据训练集是有的 只要是在比如说训练算法上 您说的加写东西什么的 就跟以前不一样 但是效果还还不错 就可以是吗 对可能有一些提升 因为α fold 1 它的水平很差 Fold 2 α fold 3 有很大的提升 但是如果你不在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 做的人很少在国内 我不知道如果你对这感兴趣 可能要跟α fold 3去比 但α fold 3 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 fold 2 现在水平就比较高了 我不知道有没有开源的 做α fold 2的框架出来 也就是说现在α fold 2 和3的开源的框架 还不一定有 可以搜一搜 我看有一些α fold 2的开源了 好像是 感谢李朗老师 还有再一个问题 就是说以后职业规划方面 您有相关的建议吗 我觉得既然已经当上了中国的PI 就当一个P条课就可以了 拉资源就可以了 商业东西交给学生 我是真的觉得不要 因为中国的人力资源很低 不太大实实缝合一些资源 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你现在还在考核中是吧 现在考核已经过了 过了是吧 那就不用带这个 但是您讲的非常对 现在基本上就是说在哪 不管是在国内 在公司做也好 在学校做也好 关键是个资源 资源分配 这个事儿是挺麻烦的 您像如果说是一般的情况下 您这个资源 学生它也是资源 实验社会也是资源 实验空间也是资源 一般资源都比较紧张 咱就掰开来说 首先学生资源 最好办的学生资源 咱们有本科生 从本科生里达学生 本科生是首先不要你钱 其次他18到22岁 那精力最充沛 谁要出国 出国前两年 你跟我打打师做两年 咱做个大东西出来 这个对他好 对你也好 我觉得本科生是最好的资源 因为很多 我自己读在这个学校 在类似这个档次的学校读 本科的时候 我也感觉 这个档次的导师们 很多不愿意 根本不愿意理本科生 但是在上面 再上一个档次的学校 他就很愿意跟本科生合作 您说的非常对 但是他实际问题是 可能是本科生时间也有限 他本科生 他不能像研究生一样 他保持一个 非常高的输出 持续的输出 可能过来做做看看 带他上组会 本科生都得上组会 不能缺席 你要干什么 你也要给本科生许诺一些东西 比如说 我给你一些资源 我给你一些好的东西 我给你找一些实习 找一些工作 写推荐信 发掘一些 这些本科生都可以发掘的 当然 有很多人 大二就有科研的强烈的意愿 就是我可以 除了上课以外 我上一时间 GRE托福 上一时间我可以都做科研 这些人 本科生一届200人300人 找出来三五个是很容易的事情 对 比如说你要做计算 计算资源也很简单 能租些阿里云的就可以 或者是找一些折扣 到处都有折扣 剩你的资源就看你自己了 哪有会去哪里开就可以了 如果对领域感兴趣 中国这个领域还比较活跃 有几公司有几个项目都可以看看他们参加什么领域都可以去跟他们交流 明白 其实换一个领域其实并不难 我说实话 看你自己愿不愿意 学这个东西其实也不难 因为Python Pytorch本身留给大家的一个接口 我希望大家不懂那些底层的东西 你不要懂底层的东西 你就懂模型上的东西 用Python最简单的语言去把它糊出来就可以了 你不用有特别强的心理负担 明白 实际上是高现在这个情况 你也看到性能上也有报道 其实高小教师 我说的实在话也挺不容易的 因为即便我感觉即便过了考核期 但以后像比较长聘那种 他也有一些考核 如果那个考核也过不了 也是非常麻烦的 也是非常麻烦的 所以说现在这个 对 保持竞争力 对 而且说实话 RF4的2已经有开源的实现了 给本科生一干 他们就 这个东西产出比那些做实验的要快的 你之前是做实验的是吧 对 之前是实验学科 实验这东西 反正 首先它是好领域 学生做这个东西 一定比找学生来做实验要强 学生做实验一定头皮很疼 但你说 我作为导师 我做这个 其实学生都很愿意 是 你给学生足够多的利益交换 他也会给你这个时间的 没错 没错 我看他这个PyTor写得很清楚 整个的代码也没少 你可以 PyTor本身这个工具就很简单 说实话 好 好 两个 那我可以试试 找他一个学生去试试 这个事 你自己先把相关的 感谢你 对 你自己如感兴趣 先把相关的这些paper 都可以先看一遍 有个数 我跟你讲 如果你感兴趣 计算机那边 也可以找人来做这个东西 是啊 只要有学生 你可以找一些学生的活动 多接触一些 或者是 你比如说个人主页 可以写一个 或者是跟学生的见面的时候 可以说一下 我们现在其实很欢迎 本科生来 我实验室去做 而且我们有GPU 首先是 我们做的东西很前卫 我们做的东西是预测蛋白质的 计算做预测蛋白质的 而且全世界中国只有几个实验室在做 除此之外 只有Google在做 Google DeepMind在做 我们是走在全世界前列的 如果你真的感兴趣 你可以跟我来做 他跟做实验 跟什么烂七八糟 非常枯燥的东西 是不一样的 我是给你一些技术 什么什么的保障的 给他们这个东西 他们就愿意来了 还是 你自己首先要把这个东西 把底气拿出来 我确实是做这方面的 他是做这方面的专家 学生们就信了这东西 自己有些基础上 勾勒出一个愿情 学生都能够信 再把学生照来 只要转起来了 只要说整个流程 整个这样 转起来就好说了 有产出的就好说 而且这个领域虽然小 但是也有很多开发者 跟他们聊聊社区的东西 就是开发者 他们有哪些其他想法 比如说有人用JX去做 有人用PyTorch去做 然后怎么样 配置怎么样去怎么样 这个其实都不是大问题 明白 就做Archifold 这些很多人就在推特上面 就可以跟他们就聊一聊 或者是把自己的产出 跟他们去分享一下 都可以 周围有人做这个 你学校里面有人做这个 他做到什么程度 我不了解你们学校怎么样 学校里面有人做Archifold 做Archifold一个是蛋白质预测结构 再一个就是说预测这个化学物质 化合物跟蛋白质之间的作用关系 他就有点夸学科了 那我知道学校的相关专业 有个人他也在做相关 我估计他是做到了 他是油清的水平 我估计您这个想法非常好 非常前沿 我估计他也会考虑到这事儿 因为现在是什么 现在学校里面你做实验 做东西跟挖矿一样 你大家都挖了 这个东西来的明面 东西大家都知道都挖了 大家都想考虑 就是说去挖一些新的这样一些实验的点 比如说既能够投入少而占出多 所以在选题上 在一开始想idea的时候 这个竞争就开始了 对这个竞争开始 idea出来论证一下 做个思想实验论证一下 这个idea可以做 这个样 第二步就是老师们 或者是实验室 他开始想着可行性分析 理论上没有问题 我实际投入大量的资源 是不是能够达到 能把结果做出来 能够得到一些铲除 第二步OK了 开始真正做 就要投资资源 就像刚才您说的 学生资源 实验资源都要投入 而恰恰关键 这些资源基本上就是在 在学校里面 很紧急的 您说本科生 那个科做确实 确实很多 在学校里面有很多那样 很上进 很希望做的 但是本科生之间 它也是一种资源 也是要争取的 本科生之间为什么是资源 本科生是资源 就可以想他们没问题 而且一个学校 做同类似的工作 三四个人都做也没有问题 说实话真的没有问题 可能差别有一些 有些具体方向不一样 都没有问题 是 就是谈分立了 谈利益不伤感情了 该谈那事 不 你们都是独立的 我觉得哪怕是有冲突的 也没有关系 这个东西也不需要协调 谁做的好 谁做的好 谁又投出去 都一起去投 谁做的好就完事了 是 我就怎么说呢 这个谈合作这个事 也跟谈对象一样 那啥 没有一个什么严格的智者 比如说流程 去规范这个过程 谈合作 你怎么谈 怎么利益分配 谁去分配 大家是心照不宣的一个过程 但是你真要想谈容易 说实在 这样谈成还真不容易 那就从自己手里下手 自己的学生 自己找本科生 因为现在把门槛做得很低了 只不过很多 他还不了解 或者是他不是这个领域 他不知道有多有用 其实你自己手里的资源 足够的时候 他门槛还是比别的领域要低很多 而且足起来其实也不难 是 没错 对 感谢党哥 确实是当前党哥 我提出了一个最右的箭 确实是这样 我觉得也是 如果说对其他的青年教室来讲的话 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案 怎样用最少的资源 能够得到最大的产产出 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方案 而且你看最宝贵的不就是本科生资源 但精力充足 给他们一些东西 对 再有就是可以 比如说我说实话 到了一定阶段时候 可以跟工业界的人聊一聊 工业界有投资也可以 对 对 是 就NSF那钱很难拿 我了解 我不知道你们需要怎么样 反正我原来我读本科那学校 NSF的钱拿起来很难 工业界拿钱是相对的时候比较容易的 因为如果你做的东西偏应用 然后有人去用 或者是有什么 他们工业界拿一些钱 找高效率的教师们养PhD去干 比他们自己要钱的多便宜的多 没错 这个是可以给国家要钱 这是很难的一件事 这个真是千军万马过东木桥 如果说是做横向 所以简单一句 横向的事也是有一个存在资源分别的事 往往是横向的倾向于大字幕 大字幕 他企业给实验室投钱 他企业给实验室发横向项目 他也是存在一系列考量的 并不是说谈谈什么的 就那啥 他也是有自己的考量 优先满足他们的需求 如果他们能干就帮他们干 是 毕竟华为拿出三五十万一两百万 其实都不难 阿里拿出三五十万一两百万都不难 对 而且有可能你看企业给 如果说在横向的 企业给比如说高效实验室投横向的项目 他有可能是声东机器 他可能是说这个 明面上是投这个项目 其他不知道是干啥 有可能是这样的 对 对对对 反正就是说也是吧 也是 对自己是多去考虑 多去考虑这个事 是 党哥这个 这个还有一个事 如果我问一个问题 如果说这种情况人到中年了 如果以后不做科研 就只有科研这一条路 不做科研就没有别的选择 我觉得科研是 可能是你现在一段最好的选择 因为到其他公司里面才去工作 去管理挑战难度 就比做科研要大得多 做科研至少是 首先是一个舒适区 其次你资源做够多 你不用花很多精力 你可以把资源整合下去就可以了 对 对 就我说实话就是如果不做科研到市场上来看 其实要难得要难得多 除非有一个企业愿意养做科研的这些人 没错 没错 是 我听党哥的这个这个节目和介绍时间很长了 但我非常 我那党哥论论论论设计哪一个问题 我非常非常赞同你的这一个 一个原则 你这个事情是不是能够做成 你现实主 是不是 是的 我以前有些同学或者说一些很fancy的一些想法 我觉得有好想法是真的 但是你这个事能不能办成 这是另外一回事 是 是现实 就是要现实 是 对于他们来说 就是他们没有钱 胡天都可以说 因为我自己也见过很多胡天的人 他们也融到钱也成功了 对他们来说 第一笔钱 就你把你先把自己房卖了 先让爸爸把房卖了 投入这个东西 对于你来说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对于你来说 你既然能整合 我觉得还是本个生日最好的宝藏 发觉好了 可能比什么都要好 对 是 关键是啥 我得跟其他的那些教师去抢 对吗 是 大家都知道 你说站在本个生的脚步来讲 人家也是肯定要选一个大的实验室 是吧 领导的实验室 还是选这个 不是不是的 我跟你说本个生是这么想的 他首先他愿意跟一些有时间的那些 比如说中青年的人去合作 一个人他管 他下面手底也管70个人 他分不到你身上有多长时间 其次让本个生有参与感 就说你来参加组会 你有参与感 这个东西至少我可以跟你输出 可以跟你交流 再我就是本个生他也关注这个领域 我觉得让你们想怎么样 反正我原来山大的 我们学校有的系那些什么传统的化学 什么材料 传统领域那些东西 其实本个生他自己都打的好 就说我这个东西可不可以 对我人生的下一个阶段的帮助有没有 就至少你对他们说 你至少我给你们一个机会 你跟我一起去写代码 做Deep Learning深度学习的模型 你可能有一个计算机的工作 可能有一个工业的工作 这对他们来说也是好的训练 没错 没错 是 因为我不知道你们需要怎么样 反正如果很多人做实验 做传统的一个组 本个生确实对那个东西 也比较打问号了 现在也 是 对 最好我觉得有一点 比如上课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现在带本个生的课多不多 每个本个生都是你未来的合伙人 你要有这个想法 没错 没错 因为最好的那些学校 因为我看过 我有些朋友在最好的学校做教职 他们的上课 我感觉每个学生都是未来的合伙人 在上课的阶段 不只是讲知识 但是我把我的一些抱负跟你们说 这就是跟他们直接说 如果你们也来我 我欢迎你们来 我不是你们的老师 我可能是未来你们的合伙人 你可以以后找我来合伙 有一些人他们这些公司 什么就是这么做起来的 还是要付出真心的 我觉得真心比人家都重要 对 是 真心 提供情绪的感染力 是吧 描述一个共同的职业的愿景 对 讲述了来我这儿 你以后能发展到什么程度 你有什么收获 这个样子 因为我读本科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们需要怎么样 我们需要的本科生 读本科的时候 那教授们基本都很高傲 上完课就走了 他其实想不到 其实我们那些人毕业之后 有很多人特别牛逼的 但是大家就觉得 你也不愿意拉我们一把 我们那时候好多人就是要出国的一些人 就是找资源 谁愿意跟我们做实验 都不理我们 这个就非常麻烦 这个就没有办法 您说的非常对 我觉得本科生那个时候 也是有一乡乐趣 想做一些东西 人生在路上 关键的时候 做一个关键的事 他能够记 他能够感激老师一辈子 对 我甚至说老师 关键地方做错 他能够恨老师一辈子 也不是说他在迷茫的阶段 你给他一些指导 他就愿意跟你去干 比如说 本科14年 很多人就不理解 他赵本星科学了这么多知识 学了什么工具有什么用 至少你可以给他们画一个大饼 说至少我是这么看的 我在做这些东西 我认为这东西很有价值 而且我欢迎你们来做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态度 对 我觉得还是一个 给他们讲明白沟通的问题 因为这样的本科生的角度来讲 他们的家庭情况不一样 他们接触的事不一样 他们对自己的定位不一样 他们对自己的未来的规划也不一样 怎么样能够给他 跟他对接上相当于 在他的认知层次上 给他讲明白 把他的积极性掉掉掉掉掉 我们原来有好多本科老师 对学生非常的 态度非常好 上课也很好 唯一的学生就是说他不带本科生 本科生都很喜欢他 但是喜欢他对于他来说就没有用了 他就想着我是不是要退休了 我是不是要这个 他其实对本科生非常好 他浪费了很多本科生给他的喜爱 那就没有办法了 是 对确实您讲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在高校里大部分老师都是关注研究生的 因为研究生他是感触的第一动力 其实本科生他是潜在的一个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以后可以带的一些 一些科研产出的一个点 而且我不知道你们学校怎么样 我读本科的时候 至少那个学校不是很差 那个学校 他好歹是个中上游的985 那学生质量不会很差的 他招的那些研究生反而质量都不行 对 他要是这个本科生如果跟你干三年 和你研究生那三年 干起来水平完全不一样 我本科时候那个实验室 就一特点就是 实验室所有的硕士加起来 可能有四五个硕士加起来 没有我三个月工作量大那个东西 一到组会的时候就说我干了什么东西 你说说你干了什么东西 我今天看了一张的书 我把什么学会了 说你干了什么东西 他说我去学了一个什么酷 我三个月的东西 我说你们这些东西 干的东西几个人加起来 几次组会加起来 没有我一个人干的多 就很多人他跟研究生熬表 跟研究生浪费时间 其实没有意义 确实国内这个情况 咱并不是说 美色眼镜实实实实地说 确实是金本科 银硕士 铜博士 对 基本上就是这样 对 对 本科生的质量是最高的 大多数本科生他 也有水平也有动力 只不过没有一个 做科研 没有一个合适的 一个契合点 对 是 所以包括找一些有编程背景的 我觉得比如说上课找一些 有编程的一些什么项目作业 让他们学一学 或者我不知道现在带什么课 反正 比如说让他们提前自己看一些 说给他们提供一些作业 我觉得都可以 我所在学校跟您上本身的学校层次 差不多 我带的课跟编程完全不搭边 就是天空专业的课 为什么说想到您这方面 就是什么 智能智能这方面转的 因为当时这段时间也是这 有结束这个 想想现在科研背景 科研大环境也是挺卷的 那你自己去找活 自己去找出路 是 如果你比如说 你可以开一门研究生的课 或者开一门选修课 比如说去讲一些 如果你自己对这东西领域感兴趣 或者有一些想法了 可以开一门课 让本歌生来去发传单 让他们来上你的课 都可以 大一大二的也可以来上这课 发传单 就有点像之前B站那有个老师 他讲课 其实他那个做法 在美国很多很多 很好的大学里面 教授都是自己贴传单发传单的 因为学生选课 他不知道哪个东西好 哪个东西不好 他也需要 有的课就是比如说 没贴传单30个人 贴传单可能100个人 他需要让更多来上他的课 他认为他的课有个好处 老师们也不是说 不都是拿上课当走过场 有很多人 我专门做这个领域做了20年 我认为我是这个领域里面 全美国前级的专家了 我就开这么一个课 而且我很对我的课很骄傲 他就去贴传单 也不花什么钱 但是很多人就知道 有这么一个挺厉害的人 而且他讲了这么一个很有意思的课 就愿意去来了 就在美国其实都很正常 但只不过在中国 很多人他失去了教学的热情 说实话 是在中国实际上教学的权重没有做科研或生基金的权重大 所以说很多老师他真的是怎么说 也不是说他教学只不过就是为了完成工作量而已 对确实像您说如果长远来看 你有很多以后的也好他有很多以后潜在的合作对象或者是合伙人都是他本格上的学生 对对但是怎么说只能说现在可能有时候对老师的产出要求比较高 你要多快好者 你要说投入少做的又快产又多 这个样的 那老师也想你想这个做实验博士能找一件成的 可能最好是数学生过来到实验室杀斗会 我要问我带 时间产出那最好 那其实培养一个数学生和培养一个本格生 也是需要一定的精力和时间的 就是说感觉 我感觉他甭管是国内国外风向 当个Ti或者是做个实验室跟开个小公司也差不多 各方面的事情成本核算 反而风险控制 反而都会考虑 但是唯一一点不变的那就是说产出产出得多 而且每年都上涨 所以我觉得给学生创造一好的条件 包括Alpha4的是很好上手的一个领域 跟学生们多开会多讨论 让他们之间多写文档多磨合 帮你去做这个东西 有很多导师也不是说甩手不管 但是他基本就不太管 你也要跟他们一起去成长 因为这个东西说实话确实也不难 你看所有的Alpha4的实现 都是都是几百行代码 说实话 再一个档格 就是说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 您对这个你看就是学校 您在国内 国内读过书 在出国读过HD 然后以您的观点来看 说国内高校的 科研教学的模式和以后的发展 这前景会是怎么样呢 比如说他是不是会跟美国越来越像 还是说会跟美国稍微有自己 走出一个自己的模式来呢 公立大学很难有改变 尤其有的公立大学就这德行了可能 最好的那些公立大学 因为他从美国回来人比较多 或者他的院长他的系主任都是从美国回来的 所以说他们改变会改变动力会比较大 有好多这种中流985的学校 或者是21的学校 其实学校都不错 但是本土势力太强大了 他们就认为这么做是对的 那他们可能就改不了这东西 就是教育科研还是分开的 很割裂没有办法 就一旦一旦这种学校其实也很多 你也不能指望他们改变什么东西 但是就适应他吧 没错 你像完全像美国那种就带来很大的弊断 因为美国一个系里面都是教授们去决定一些东西 教授们去决定一些日常的事物 那在中国肯定叫教授 我不知道你们需要怎么样 我们学校当时读书的时候 那个都是西主任决定 西主任都不是这个学术出身 都是什么行政出身 党务出身 党委出身 但这些人决定就很麻烦 外行决定内行他也没有动力 他就喜欢缝合 喜欢去怎么样 让这些人去改革 让这些人去推进些东西就不可能 对 是 所以明白 也不用指望他们去怎么改变 我觉得找着自己的机会 自己这摊管好就可以了 至于学校怎么改变 完全改变不了 学校有很多课非常陈旧 你说要把这课改了 很多老师在那教了20年 他也改不了 他就在那待着 你说你改了 我剩不了 现在怎么办 你让我教新的教材 我这不好教 我质量下来怎么办 谁负责 党委书记搞行政出身的 一看就怎么办 那就别改了 咱折中一下 一折中就完蛋了 特别复杂 还是得自己手里资源多一些 没有办法 我就特别赞同党的问术 其实各方面的问题 他都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 对他都是一个资源获取和分配的 公立大学就是国家的 或者是教育部的省里的钱 他校长任命都不归学校管 是归教育部管的 那下边的人就别管了 好的 好的党哥 感谢 好的 感谢你的时间 还有感谢各位朋友 今天非常高兴 关注党哥 这么多时间 能够让我跟党哥连线 我觉得收获很多